请翻阅 响应世界阅读日 借由书本认识世界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2021新北阅读节系列活动 特别为了纪念新北升格10年 首度发表跨剧处编制的新北地图绘本 侯友宜中和区长赖俊达等人带领小朋友 贴上象征新北各区特色的区域地图 展现新北10年推动阅读的成果 新北阅读节在新北市特别证实验里面 花了20.6亿 不断造了20个图书馆 以及改造71所的分款 更重要让学校267所的图书馆前面改变 26个社区共读站也一起并肩加入 尤其我们的长书也增加了400万册 更重要的让我们的孩子同学们 在这几年能够拿到54所都是 阅读磐石学校可以讲是全国第一 也是最多的 那未来我们这一本 精进设计一年多的新北地图绘本 只要靠着地图就可以了解新北市的人文 历史 地质 特产跟灵感 阅读是时间成本最低的学习途径 新北阅读节活动现场设有多个摊位 类型多样让大小朋友悠扬在地区特色的摊位中 也能手绘属于自己的特色杯垫 阅读节从即日期到5月30号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阅读 记者真定家综合报导